位于武汉市黄培区的盘龙城遗址 为目前所见夏商时期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成益 被誉为武汉城市之根 他的发现不仅将武汉城市历史上述1000余年 还推翻以往公认的商文化只存在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观点 改写了中国史学界的认知 9月9日 在盘龙城攻城东北角地市高屏的夯土台上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宣传策划部副主任宋若宏 指着复原展示的供电机制介绍 早在3500年前 盘龙城鲜明便设计建造了完备的排水体系 比如说我们在屋檐下会发现散水系统来帮助收集雨水 排出来雨水 那整个的供电区的话 我们在这里能看到有陶制的排水管道 在我们当年发掘的时候 一共发现了11节总长是5.4米的排水管道 帮助整个供电区进行一个排水运作 而且我们在商代早期的时候 只有都城级别的 比如说我们的郑州商城 掩饰商城等等 这种机制才能发现我们的陶制排水管道 也说明了盘龙城在当时等级之高 一节裸露的排水管 让游客跨越千年窥见古人的智慧 在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 诸如此类的巧妙设计无处不在 我身后就是我们北城园西段的一段城址的一个展示 如果要面向公众开放肯定是要做一些保护展示 但同时我们也要尊重城园的原貌 所以在当时做保护展示的时候 我们第一步是对于城园上的杂草灌木进行了一个清理 第二步我们对城园进行了加固的夯住 同时在上面大概覆盖了20厘米左右厚的一层附土 可以说一方面起到了方便游客观赏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是对城墙的进一步保护 盘龙城就采用了原生态的这种展示方式 其实通过考古发掘材料的支撑 我们就知道在3500年前 盘龙城遗址的环境 也是当前这种长绿落叶阔叶林 其实就和我们现在盘龙城的地理环境景观是差不多的 盘龙城遗址迄今共发现三座宫殿遗址 为避免日光 雨水对遗址的侵蚀 考古发掘之后 宫殿遗址以土回天 回天后如何向游客展示宫殿面貌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院长万灵介绍 经过专家团队反复研究 最终研发出一种新型改信土材料 并邀请飞移传承人现场雕刻黎强木柱 看似残破的断壁残垣恰是对商代宫殿形制 结构和建筑最直观的展示 我们自己研发了一个新型的改信土的这样一个材料 那么这个材料运用到现在 我们不仅把这个展示的效果更加提升了 更具沉浸感 更具展示的效果 然后让观众也更加直观的能够感受到这个盘龙城 一号宫殿和二号宫殿的这种展示效果 在公园内 遗址区和博物馆相应程序 同时在展厅内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将考古与展览融合 600余件出土的青铜器 玉器 陶器 石器等文物 突破器类连带珍宝的展成方式 而以考古单元着手 与遗址核心区成员 壕沟 供电机制相呼应 共同产视遗址的价值 原生态的环境展示和遗址本体的展示和博物馆的展示 就有机的融为了一体 我们站在遗址博物馆的展厅和博物馆的顶层 都能和遗址核心区产生这种文脉走线上的呼应 因古朴神秘的建筑风格 优美的自然景观及独特的展成及社教方式 眼下盘东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正成为当地民众热门打卡地 万灵说 让历史触手可及 拉近了考古与公众的距离 我们考古遗址公园最大的魅力 就是我们在持续地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这些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我们会根据发掘研究的成果的进度 会对遗址核心区的展览进行不断地完善 对展示体系进行不断地丰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